俄国史第十三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1941到1945年 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公民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他们反对德国 及其同盟国的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 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可怕的 但却英勇的体验 根据1990年代的估算 至少有2700万苏联人丧生 有些估计的数字比这更高 但苏联军事力量抵挡住了希特勒的军队 并于1945年从各条道路追击敌人进入柏林 数以万计的苏联的城镇 乡村 工厂 学校被毁 但苏联取得了新的领土 为一个东欧帝国奠定了基础 大战前夜 虽然希特勒希望于1941年5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 但后来席卷东欧的战事却迟滞了他的计划 什么是席卷东欧的战事 就是包括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巴尔干战役 与此同时 4月份苏联外交部通过签署苏日条约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 条约许诺任一个国家 如果遇到第三国进攻 对方将保持中立 强大的苏联军队在1939年的边界战役当中表现得很出色 迫使日本将其侵略的矛头转向了别处 如今一旦和德国的战争打起来 至少苏联将不会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但斯大林仍然希望与德国的战争能够避免最好 或者至少是能够延期 这一希望是促使他忽略情报及其他的有关德国 将在1941年中旬发动进攻的警告 并置之不理的原因之一 直到6月22日 德军发动进攻的前一周 斯大林指示说 他认为这样的进攻本年内看来是不会发生了 他确信西方的警告 不过是想要挑动苏联和德国冲突的轨迹罢了 而且认为此刻没有必要招惹希特勒 这种心态导致了苏联对于德国大规模闪电战准备不足 也就是即便斯大林认真听取了那些警告 形势也是微如雷软 虽然从1939年以来 苏联在战役准备方面有所注重 但其军事力量尚未完全从大恐怖当中恢复过来 在1939到1940年所取得的领土上 新的防御攻势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 苏联的防御计划也思考的很不周密 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以及诸可夫元帅回忆录 揭示了在德军进攻前夜能够说明斯大林情绪的几个例子 赫鲁晓夫说 基辅军区的司令警告说德军进攻迫在眉睫 提议疏散30万人并挖掘攻势和反唐克战壕 但莫斯科的回答是这样的行动可能被视为挑衅 不能给希特勒以任何入侵的借口 诸可夫指出6月21日的夜晚 当有人汇报说抓住了几名德国间谍 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当天夜间稍晚的时候 德国将发动进攻的计划 斯大林只是说 现在仍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平息这一世界 斯大林还说道 我认为希特勒是在试图挑逗我们 他肯定还没有做出开战的最后决定